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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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游到辞ät olla seto张 你这样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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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这样子吗 没有 我居然接住了 不过我发现 在休息室这种公开场合发疯的 竟然只是王源和千玺 那么王俊凯呢 晚上 你就知道了 虽然节目录制现场 我是全程看到的 不过节目内容吧 还是得你们自己看 听说这期节目 11月14日晚 精英卡通 晚7点播 想看TFBOYS表现怎么样 我会被抓 我会被抓 我别错过 你看我 你脑会痒 你把手捆一脚 你脑会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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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11点 终于结束了 节目录制 你脑会痒 还是说 我来 还有没有 所以我们下 是吧 我们下 你跟为什么 来 哎 你来 往后遇到 回到酒店后 憋了一天的小凯终于 第二天早上八点 在结束前一天的节目录制后 TFBOYS也将赶往下一场活动地 襄阳 然后爬不过去 然后一睡几个小时 三点半起床 接着参加速中 反正特别累就对了 但关于这场奇特的大巴旅程 三人在昨日节目录制前 又谈到 我告诉你们 你们谁敢给我抢 就还有我躺在车中间过来 人家别跟我抢 我要后腔 我就躺在车中间过来 然后我倒是地儿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 我是TFBOYS的观察日记记录者 下一篇日记 我仍然将向你们记录 最真实的TFBOYS 太多了 敢你听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过如今黑暗